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这次疫情我要给一个地方政府点赞 那就是我国台湾的地方政府 人家真是特别考虑老百姓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台湾地方政府马上说 台湾生产的口罩 坚决不允许运到境外去 必须给台湾老百姓使用 当时其实台湾岛内并不恐慌 老百姓有戴口罩的习惯 本来口罩的供应是很平稳的 人家这个话一出 台湾老百姓警觉了 什么意思 口罩不准卖到外面去 那是不是说明口罩供应 马上就供不上了 所以岛内马上掀起了口罩抢购潮 老百姓纷纷抢购 买不到 经过了这一两个月的调整 加大产能 而且病情慢慢得到控制 老百姓不像一开始那么恐慌了 好吧 台湾的口罩供应 相对出现了平衡的状态 不是那么一罩难求了 有需求的人总能买得到 按说这可算是个好事了 你就别做什么幺蛾子了吧 结果 我国台湾地区某些人 咱真不知道是吃大粪了 还是个脑梗了 竟然在前两天又发出一个消息来 说我们这个口罩禁令没有取消 现在台湾生产的口罩还是不允许卖到岛外去 但是我们要报答美国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深情后裔 因此未来美中台湾将向美国提供十万个口罩 也就是说口罩禁令为美国打开了一个缺口 人家说了不是卖 免费赠送给美国的 一方面台湾本地的口罩还是供不应求 老百姓买还得预约 另一方面 竟然能送给美国爸爸每周十万个口罩 你想想台湾官员这操的是什么心呢 更关键的是 你把口罩送给人美国 你这是热脸贴上冷屁股 为什么 时至今日 很多欧美国家人家宣称的防疫态度是 不需要戴口罩 不用戴口罩 什么样的人要戴口罩呢 你得了中兵的人 你有花粉过敏的人 你不能接触外在空气的人 你要戴口罩 正常人健康人 你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戴口罩是一种陋习 甚至今天很多海外华人都抱怨 当他们戴着口罩出现在公共交通 公共场合的时候 很多外国人是歧视他们的 很多外国人说 你戴什么口罩 你戴口罩说明你有病 你离我远一点 也就是说 人家根本不把口罩 当成一个非常宝贵的防疫物资 在这个状态下 你台湾把口罩无偿赠送给美国 人家不需要 美国爸爸会说 你以为我病了吗 我根本没病 我根本不需要口罩 你送我口罩干什么 更关键的是 如果美国真的到了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的时候 美国有多少人 三亿多人口 你每个礼拜给他十万个口罩 杯水车薪 以往的节目 我们就说 今天全球范围内 谁有口罩的生产能力 当然是我们中国了 大陆各地 现在已经蓬勃的开始生产口罩了 这次疫情之前 我们每天两千万个 现在我们每天1.2亿个 到三月底 我们每天三亿个 在保障我们自己使用的前提下 我们才有大把的产能能出口到全世界 到那个时候 我们还得看 谁跟我关系好 我卖给谁 谁出的价格高 我卖给谁 你台湾拿十万个口罩给美国 杯水车薪 何况人家还看不上你 我们中国做人 讲究一句话 说在人之上的时候 要把别人当人 在人之下的时候 要把自己当人 我国台湾有学官员 那真是太不把自己当人了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